我現在看個影片 要告訴你電壓跟電流程正比 把電阻、導線、電源、安培計、伏特計準備好 上面告訴你說該串連串連、該併連併連 那個抵抗就是電阻的東西 就是電阻的意思 它現在有20Ω的電阻 然後呢就要把它接起來 一開始接在五安培的地方 然後接15Ω 然後20Ω 當然你可以用蒜 蒜它的電流應該多大 裝置檢查完 開關打開 然後調電壓 電壓1Ω 這個 然後它五百好安 因為它太小 往下降一個 好像 五百要看黃色那個 看看多少 好 兩伏特100毫安 三伏特150 叫做電壓跟電流程正比 等到達 三伏特8 三伏特100毫了 打採用 電源正規 是時候 五十六 電源を切ります 現在變成40Ω再做一次 當然你就會曉得同樣的電壓電的要減半 公司看得出來 這個有點誤差,它剛剛是50嘛,它現在是40 基本上還是會所謂的電壓跟電流程證明 它是電子換掉而已 所以把它做成一個表紙,可以看得出來它有這個關係 存直線,表示存正比的意思 現在數學也交過 就是跟各位做實驗 給你驗證,在電子一樣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 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個影片 驗證我們之前剛才跟你講過的歐姆定律 OK